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为大家带来的是2022端午预购 为什么现在叫端午预购呢 因为端午节在6月3号 因为我们合作社的计划性消费责任生产 所以我们会在节庆的前两个月完成预购 然后有一个月的时间让生产者来制作 因此呢 在母亲节预购之后呢 接着就是端午节预购 端午节呢 不外乎种子 甜种啊 肉种啊 茧种都有 还有2021社会企业端午的老梅酿跟老梅肉组合 以及看到的葡萄籽油 这边看到还有海味小卷酱 这个也是新品开发 有整支的小卷在里面 还有我们的菩萨蛮 这个是来自嘉义东石本土养殖的日本蛮 还有黑胡椒腌猪排 这个使用的是花肉色的猪排 这边看到的是米麴干酒双入组合 米麴干酒呢 可能到时候站所都会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米麴干酒 基本上它没有酒精 然后是米麴发酵的 我去日本的时候我都会买 不过现在台湾都有了 端午节的时候很热嘛 所以我们一样也有冰淇淋跟果冻组合 都想到了哦 还有防污品系列 一样来自法兰茵的洗法精 洁面慕斯 还有绿藤的防晒润色分享组 还有一个新的是防纹喷雾 这个应该都还蛮好用的 虽然端午节预购 仅跟在母亲节预购之后 不过这两个节日呢 合作社推出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可以多多参考 接下来带大家看食品 这是茉莉金萱啤酒 生产者是花团农会 合作社目前架上的高山茉莉金萱茶 就是来自花团农会 这里还看到的是米麴干酒 它有两种 一个是米麴干酒原味 一个是纸米 右边那一罐是纸米 米麴干酒呢 干酒它是用利用米麴来自然发酵的饮品 它没有含酒精 它是一种饮料 大家都可以喝喝看 因为去日本玩应该大家都会看到 现在台湾自己都有了 所以可以在台湾进行在地本土消费 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保安品系列 有把兰茵跟绿藤 这一款是把兰茵的茶树薄荷清爽洗把精 然后还有我们的甜橙清新洁面慕子 这两款呢 在之前的预购专案里面都卖得很好 然后现在有多推出的 这个是有机认证的防蚊喷雾 夏天到了真的蚊子小黑蚊都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蛮需要的 这边看到有广式鸭肉粽 这个是我们合作社这次肉粽粽子类的新品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还有这个来自嘉义东石本土养殖的鰻鱼 我们合作社的计划新消费呢 预购专案都会让大家试吃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因为你可以先吃吃看你喜不喜欢 再决定你要不要利用 所以如果到站所呢 有遇到试吃活动的时候呢 都不要错过 东午节预购呢 从3月28号到4月16 下礼拜有机会帮大家开箱 我再跟大家介绍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